我们现在是在东风月达奇亚的展台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款特别的车型 就是瘦的EV版 这款车型之前是在海外展示过 但一直没有放到中国市场 也没有说这款车型会导入 但是现在放到这边来看 可能会在中国市场有一些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方盒子的造型 是非常的适用于电动车 因为它能够兼具空间 以及很好的布置电池 它的整体设计跟海外的燃油版的售 都是很接近的 不过这款车型用了一个叫Music Seat 就是这种相当于是音乐座位的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是它的充电口 整车据说会搭载一个61千瓦时的电池组 然后拥有一个150千瓦的电机输出 接近400牛米的扭矩 它可以实现475公里的续航里程 当然在中国市场会不会这样导入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款车型还是给出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就先出品了 我们下车型的电池组 在这里的电池组 我们下车型的电池组 也不如这一年 我们下车型的电池组